小七 阿征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你有见到杰帅吗 我听盛总管说 他出城去抓程乌庸了 我有点担心他 可是我听到的消息是 兄长曾在城内围捕陈乌庸 以兄长的本事 胡说他应该不是男士 他没跟你说过这件事 没有 陈乌庸那么狡猾 可能是杰帅一时没有抓到 所以才没有跟我讲 你对兄长就如此信任 难道你没有想过 他万一是骗你的呢 不会的 我这点很有信心 因为至今 他都没有逼问我 我的身份和来历 就在昨日 我想跟他坦白一切来着 他都叫我别说出来 兄长对你的身份 一点都不好奇吗 小七 既然你愿意对兄长坦诚 那你可否也告诉我 你的身世 我之前没说我的身份 是因为 我跟继父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怕说出来反而坏事 事到如今 那我就告诉你 我叫沈昭儿 我父亲是沈清云 曾是继父的太医 你明明在府里 为什么要骗田太医说你不在 我这么做 自有我的苦衷 阿正 我在府里的事情 能否先别告诉天秦 他不叫田七 他叫沈昭儿 兄长听到这个名字 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不是你心心念念 想找的那个人吗 还是说 你早已经知晓了 对我而言 田七就是田七 无论他曾经是谁 都无关紧要 田太医入府 是为了想知道 当年陈无庸 为什么要杀了沈清云 你不是答应替他找人吗 为什么撤掉了城里所有不空 也不派一兵一卒出城帮他找人 你这种作为 哪一点像是帮他找人了 住口 你只是在质疑兄长吗 还是说 你根本没有想过帮他找陈无庸 你只是躲在这儿避而不见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是不是跟你母亲一样 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够了 我以兄长的身份命令你 不准再问下去了 以兄长的身份命令我 几夫人谋害了我的生母 你现在有什么脸面 以兄长的身份命令我 对于你生母的事情 我很抱歉 不过我母亲这么做 也是有她的苦衷的 若是你心中有怨气 就冲着我来吧 你想替你的母亲扛 那好啊 把小七让给我 这绝无可能 天妻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可以推来让去的 所以我不会再让 当初我把天妻让给你 只是因为尊敬你是我兄长 更是因为 你的母亲将我养大 如今 我要把小七抢回来 就算与你反共成仇 我也在所不惜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